這個 我最近當然整個大台南都有在跑 是 我當然要問一下民眾 對 大家的看法 想法 感覺如何 還有很多我們的同志 大概有二十幾位議員 還有我的立委同仁 林立錦 郭國文 賴慧元 他們也都對我有很大的鼓勵 如果我有這樣的機會 我一定會全力以赴 是 因為我覺得台南非常重要 對 台南不只是說賴慶德的本命區 它對民進黨很重要 民主勝地 相對就是對台灣很重要 其實那個五大公投也是靠台南 也是靠台南高雄 把票數補回來了 對 那尤其在這一次的總統大選 賴慶德的得票數 得票率 得票率最高 然後包括民進黨的政黨票 得票率最高 也是在台南 那台南當然會去發生一些事情 那重點是我們要把民眾的信心找回來 是 其實如果政府當時都跟我們說一件事 說大家都有一個責任 台南人如果對民進黨有信心危機 那整個黨 整個台灣都很危險 所以我們要讓民眾有信心 就是要怎麼做 要把我們民進黨的招牌 要擦量 要清廉 清涼 輕情 愛雄透 情政 清廉 愛雄透 我第一次選議員的時候 那時候41席 議會有41席 民進黨只有10席 台南曾經只有10席的民黨議員 在我從政的時候 那時候台南是國民黨的地盤 國民黨的市長提名誰 就誰當選 你看在議會 民進黨只有四分之一不到 後來怎麼翻轉的 後來就是很多前輩不斷的參選 縣市都有 那台南縣第一次政黨輪替 是陳潭山當縣長 那台南市是張燦宏 然後就一邊蘇安芝一邊許天才 然後就合併賴清德 就是一棒接一棒 然後立委甚至現在全贏 議會也在賴清德執政的時候 正式過半 當然賴清德執政的時候是個高峰 他是一個大母雞 他帶動整個小極選情全得很好 他在競選市長連任的時候 大概建立了一個障礙 市長他72% 對 那個真的 好像全台灣沒有人超越 這個72%這個支持度 所以國民黨當然對台南咬牙切齒 所以他就不斷 在最近幾年就不斷地抹黑台南 什麼光電 光電在台南抓到了 都是國民黨的地方暗黑勢力 對啊 什麼八十幾槍 八十幾槍啊 那都國民黨的 國民黨大條腳 那涉嫌什麼一大堆的 各位去查一下新聞 都寫得那麼清楚 而且真的被抓起來 真的被起訴了 都是國民黨的宗教 對啊 所以所以以這樣看起來的話 國民黨對台南 他當然認為他只要把台南打掉 說不定了 是 喔 所以我覺得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責任 在台南的從中投資 守護台南的責任 對啦 我們就是要讓民眾 會有過去對我們那種的機器 所以我們要清涼 我們要輕盡 對 愛紅豆 愛台灣 台灣本土 這樣一個立場 是啊 我以為你在台南 總共耕耘了多少年啊 喔 我從這種時候很早 我剛認識賴清德的時候 賴清德還沒有四十歲 哇 那麼年輕 哇 啊 那時候他在新台做儀生 是 那當然他先參選 那比較 比我早一點從這嘛 他先選國大 是 我記得他那時候都說 年輕人比較有理想有憧憬 他說不然讓我們自己十年的時間 我們就參與政治嘛 對 如果十年無成 沒有什麼前績 那我們就再回到社會 所以是他鼓勵你參選嗎 那時候 那時候我跟他都是在幫 張參榮選市長 好 我們那時候彼此大家都蠻 蠻互相欣賞的 是 所以 在政治的路上他也幫我 對 其實我也都一直支持他 我就覺得這個不錯 其實我剛才裡面的人說 我說我覺得 我來清德這個不錯 他說那是怎樣 因為我覺得他很友好 因為他很孝順他媽媽 那時候判斷 可能就是比較單純 我說這個人很友好 他媽媽 後來賴清德 一路從政 他其實在台南也不順利 他選舉也都是很辛苦 真的嗎 那時候是這樣 第一個他之家市長初選 也是打得很辛苦才得到提名 他的對手是一個市長 一個縣長 還有兩個跟他一樣 致力的立委 然後他也經歷過2008年 馬英九旋風那時候 民進黨立委大敗 那時候他那次選立委也是 他選得很艱困 很艱困才當選 然後他選擇 重點是說他做事情 當然有他的一個標準 所以在他的任內 他把台南大概帶到最高點 那接下來就是 後續我覺得我們應該要 要有這樣的一個精神 是 要繼續來接棒 因為我們發現 如果台南倒了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去年總統選舉的時候 侯友宜 甚至柯文哲 來最多次的就是台南 對啊 對啊 而且都是很大場 那種萬人大場 他們都會去打台南 然後所有的國民黨的 什麼側翼 抹黑 全部都是打台南 可能想要把過去的 光榮感打掉吧 畢竟在那邊 把這邊變成文化的古都 然後讓它變得 比較現代化的城市 我想如果可以把台南 攻擊到體無完膚 對於賴清德本身 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那當然 對 相對的現在 現在賴清德當了總統 第一個他是比較 要深刻體會到所謂的 台灣應該要南北均衡 就是他們在建設上 過去一直偏北 那民進黨執政開始 就往台中 往台南來 我相信賴總統 也會注意到這一點 那就資源上的分配來講的話 你像土地 電力 也是南台灣 所以未來的高科技產業聚落 一定會往南台灣來 對 所以我是覺得 未來 台灣一定會更好 那南部一定會追上 真的 夏委員 像你在這邊這麼久了 因為我看你之前 從安平區起家 對 那你在這麼多年 你大概為台南做了 哪些事情 那未來你還有什麼樣的破話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講一個東西 也可以講一個故事 所以我就爭取全台灣 第一個老人醫院 在哪裡 到在台南 在承大 在承大現在東風路 跟那個林森路 現在蓋很高 很大 很大的一個醫院 那為什麼叫老人醫院 當然就專門看老人 對 長照科相關的 你出去有看到 小兒科醫生 小兒科診所 你有沒有看到什麼 老人科診所 沒有 老人科醫生 沒有 你也看 老人比較多 對 怎麼看 小兒當然寶貝 可是老人 其實他吃的藥 檢查的儀器診斷 可能跟年輕人都不一樣 對 那現在老人如果 老人其實容易生病 年紀大 可是他去大醫院 他也要跟一般人 在那邊排隊看診 也是等得很辛苦 所以當時國家有 我們就推動老人醫院 那是在蔡英文當選那一年 2012年 蔡英文到台南 還沒就職 他來台南卸票 市長是賴清德 對 賴清德就跟我 我們就安排蔡英文總統 去探納一個老醫生 賴清德的老師 一位韓醫師家 這位韓醫師 他是一個老年醫學專家 我們在那邊 我記得他超過一個鐘頭 頭到尾 設計好的 不是陷阱 設計好的 頭到尾都跟小英總統 第一個老人病醫 他要設在台南 你要給生台病 後來就 就是現在這個陳大醫院 那這個很重要 這個第一個 往正簡單講 醫藥科兩年六十五 醫生才可以去掛號 第二個 那你陳大醫學院的醫學教育 他就分科 就分一個老人科 對 那以後各位 外面就可以看到 更多的老人專科的醫生出來 那對於我們台灣的老人 照護就更完備 一個就是長照 對 可是我們都會老都會生病 那就有老人醫學 對 沒錯 類似這樣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交通建設 例如 剛偉山提到 我在市區 我在安平 我在中西區 各位到台南店到我的選區玩 對啊 所有的好吃的點心 小吃 古蹟 都在你的選區 都在我的選區 但是很痛苦 很難停車 對啊 很難停車 後來 後來 一個前瞻預算才有一筆兩百億 對 補助地方政府做 地下停車場 做停車場 不然 停車場以前中央部補助 而且你們地方政府的事情 是 很多地方政府都做不出來 是 我大概要了最多錢 是 當然不是我厲害 因為那是行政院長賴清德 是 好 賴清德對台南就很熟悉 對 所以台南現在市區有很多的 立碟停車 或者地下停車場 都是在那個時間點 那兩百億花完就沒有了 現在很多地方政府都不夠用 對 我希望地方政府能夠再編 但是在那一波的搶錢大賽 對 我希望這幾個 我大概要了八個停車場 是 希望可以改善市區的一個停車 八個很多耶 很厲害 而且都是很大的立碟停車場 所以立碟停車場很會蓋 就是都蓋著設計的都 不只美觀 就比如說你都綠建築了 你陽光都可以照進去 節能減碳啊 什麼的 都要符合國際趨勢 對 因為就打通我們 就市區的一些 一些交通的瓶頸 等等 所以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也是要如何讓 一般民眾對台南有 對民進黨在台南執政有心情 是 就是 第一個 交通的改善 其實民眾要求的不多 你只要讓他發現 他出門的時候 跟以前不太一樣 比較通順 比較 就交通有改善 他每天都會知道 因為他每天都會用到 所以 我是覺得 未來的台南 對 高雄也一樣 就是我們整個 我們南台灣一定會 再快速的來追上 那整個台灣就是一個 非常均衡的一個發展 是 的 我們應該會否認識 這次 很高的 在太平滅 我們應該會有 還會有 有 我們應該會有 我們應該會有 一會 感谢观看